为了配合今年9月份开放的富贵角灯塔 交通部观光局北关处从两年前就开始将位在石门区富贵角步道路口处的对面 有一座闲置的军营进行整理 而今年将会规划成为富贵角艺术园区 而这一座园区未来将会委外来经营 将分成六大区块 而其中石门区长也希望将其中一个部分加入在地的风筝元素 让在地产业能够发展 那我们希望把风的产业留在我们的石门区 所以我们开始要请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的学校 开始做风相关的手作品 然后我们的富贵角文创园区会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展售 那我们李清田总干事也在当初我跟他洽谈的时候 跟他谈到这个构想的时候 他也是很阿萨里的一下子就答应下来 同意把我们到时候这样子的风的相关的手作品 拿到我们富贵角文创园区来做展售 这一座艺术园区将会分成六个场馆 分别是加入风筝文创的主题馆以及艺术展演区 还有手作馆作为极北点认证的服务 而另外就是美食区咖啡休闲馆 铁马驿站以及户外主题活动区 因为目前这边还在规划当中 应该这个是我们台湾最北端的一个很好的休闲能创营区 欢迎各位来这边去玩欣赏风筝 承包的厂商就表示 目前大部分的硬体设备都已经完成 而未来还会有漂流木的艺术装置 加上眼前这美丽的海景 在这一块艺术园区内 希望打造一个新的亮点 而石门区长也表示 希望透过闲置的园区来活化 配合富贵角灯塔的开放 也渴望能够带来更可观的有客人潮 加上让在地的风筝手作文创经营 也能够带动地方产业 形成观光与文创的产业一起共同发展 而业者也说 这一座园区将会在7月10号就会开始试营运 民众不妨可以拭目以待 记者是短译 石门采访报道